一个人800亿美金 相关股票集体暴跌20% 你以为是这次原因 其实都是因为这个人 你没有听错 我说的这件事 就是上周中干股一夜暴跌20%的事情 当时很多人解读说 因为老美出的那个什么政策 但其实那个政策影响并没有这么大 而真正带来的这场暴跌的 其实是因为这个人爆仓了 而且这个人相当的神秘 基本上没有在公开场社发博化 但却被誉为华尔街杠杆之王 顾名思义就是借钱炒股呗 而且很赚钱 这个人就是比尔黄 他以前在老虎基金工作 老虎基金解散之后呢 老虎基金的创始人 就把自己的财富和品牌 交给了70多名老虎的交易员 来进行操作 这批年轻人成立的基金 反而也被称为幼虎 其中最出色的幼虎 就是黄先生的老虎亚洲基金 01年成立的时候 黄先生手中只有 罗伯逊给的2300万美金 到了07年底 管理的资产已经超过了80亿美金 年化收益率超过40% 而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黄先生就以5倍的杠杆 运作了50亿美金的净资产 进行了投资 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已经赚了两倍的回报 相当于黄先生 有800亿的资金在股市里面 但黄先生并没有收手 继续干 结果遭遇到今年3月以来的 科技股和中概股的调整 然后呢 黄先生的保证金就不够用了 只能被迫清算了 自己800亿的资产 而黄先生的重仓股 有腾讯音乐 百度 韦秉慧这些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3月26号中概股的暴跌 但是最重要的就来了 有爆料要撑了 黄先生的账面上 还有200多亿的资产没有出来 有意思是说 中概股可能还要再跌 所以最近有想着抄底的人 还是要小心一下吧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道理 应该也很明显吧 就是炒股 谁让我们不要放杠杆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好了 想要了解更多投资资讯的 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能够把特别人铁本的司马 我们下期再见